如果打完台湾以后,中国将面临全世界非常严重的经济制裁 所以说历届中国的领导人评估之后都决定不打 除非脑壳坏掉了 问题是现在脑壳真坏掉了 狼和羊 中国是狼,台湾是羊 那么作为羊的话一定要高筑一下篱笆墙 找猎人当朋友 不让狼来侵犯,提高狼侵犯的风险 如果说有的羊幻想是跟狼通过谈判可以让狼不吃羊的话 这不是狼的问题,是羊的头脑出的问题 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里继续跟大家交流 昨天看到开讲的时候 就是七常委走进来的时候 确实我是很紧张,同时又很轻松 因为我在过去连续四届都是负责报道 中国的人士,党达人士 每次我们都是竞猜 到开讲之前都是心里七上八下的 不知道自己猜的对不对啊 那么我想昨天是最轻松的 因为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确实是当第二个是李强 第三个是赵六计的话 这个我想是全世界没有任何人猜出来的嘛 大家是猜的是王沪宁是人大委员长 这个李强是作为总理排第三嘛 所以不管排位还是怎么说呢 他们的位置 其实是都做了非常这个严密的保密工作了 这个是历届的共产党的大会 他们的保密工作做的最严谨的一次了 那么新的这一次的就是说 比如说常委怎么评价呢 第一呢他们是 这七个人是知名度很低的 就是历届可能最低的 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中国的一些网友 他们在就是评论嘛 就是说怎么说 因为每一届都会有 比如说人民日报的强购论坛等等 大家中国人也对关心 说真的这次大家看到从李强 除了赵六计大家认识 就是包括丁薛祥 还有这个很多人都是在中国的一普遍的知名度 非常低的 就是缺乏政治明星啊 过去比如说像什么薄熙来啊 像什么一些包括习近平的 都是当时他们都属于政治明星了 这一次都是习近平的裙带关系生上来的 所以说呢他们在 而且口才都不是很好 所以说的媒体的曝光率都是非常低的 所以说这次走进来以后中国的所有的这个老百姓都在下面乱猜嘛 到底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谁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点的 另外一个呢 这一次新上来的四个新常委 可以说是学历最低的 最近台湾很流行比学历嘛 这次中国给你显示一下低学历也能当国家领导人 这个怎么说呢 首先呢就是李强 李强的学历是什么 他是在宁波地区农基学校毕业的 大家听这名字就知道嘛 一个非常地方的 而且是一个偏刻的一个学校 专门学校 当然他后来镀金 上面什么香港理工大学等等 这些都是他秘书去念的 跟他的学历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呢 蔡奇的学历是福建的师范学院 然后这个李希是西北师范学院 丁薛祥是东北重型机械学院 这基本上怎么说呢 这个班子如果在中国某个地方当县委的领导班子 我估计还差不多 那么在中国的就是说中国的好的学校呢 有985有211 就有一百多所中国政府指名的重点学校 他们这四个人没有一个是从这些 这个一百所名校之中毕业的 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只是靠自己对习近平的忠诚 和当年年轻的时候跟习近平有过瓜葛 就是过去当过习近平秘书啊 或者是跟习近平一起工作过的关系 所以才能上上来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鸡犬升天型的 这种任人为亲的人士 那么也就是说真的 看到这个我想中国很多的精英都很绝望啊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没跟你习近平有过瓜葛 我再努力做出再大的政绩 那根本是不得不到评价的 那么比如说如果按成绩来说的话 习近平他开幕式上讲过嘛 他的前十年有三件重要的事情达成了 有这个什么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啊 有什么中国走路社会主义新时代 这两个都是虚的 唯一一个具体的是扶贫嘛 中国消除贫困嘛 这是习近平他最吹牛的一项成绩 但是负责扶贫的是谁呢 是副总理胡春华嘛 如果说是以扶贫工作 作为他的前以前的政绩的话 那胡春华应该升官的 结果胡春华呢 从这个政治局委员 直接降级到中央委员 这是一个一个降职嘛 所以说我觉得 为什么呢 就是习近平呢 他在这些人际之中呢 排除了一切对他有挑战性的 因为胡春华今年只有59岁 如果让他进了政治局的话 他将来是可能挑战这个习近平的 因为胡春华的经历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这个声望也比较高的 所以把他排除掉了 另外一个呢 我很吃惊的是陈敏尔 陈敏尔多年以来认为是 陈敏尔和这个李强 是两人搭档的接班嘛 陈敏尔接总书记 李强接总理嘛 结果陈敏尔明明是习近平 最信任的部下之一 但是说这次也没有入场 就是习近平要排除一切 有可能对自己造成任何威胁的人 哪怕是自己人 所以说这一次呢 很明显他习近平这个班子呢 他是考虑到今后第四期 第五期的这个连任的 这么一个组合 那么习近平是不是从此呢 就是说一统江湖啊 等于说这次团派被他团灭掉了 完全消失掉了 那是不是他从此就一统江湖呢 我其实并不是这么认为了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共产党有个九大 1969年召开的 九大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生了毛泽东和刘少奇派激烈的矛盾 然后毛泽东把刘少奇派一扫而空 在九大的时候 就是当时有两百七十 两百八十个左右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 九大的时候换掉了两百三十人 只留了五十人 那么基本上九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常委 也是林彪 江青 林彪 陈波达和康生 还有周恩来毛泽东啊 但是说那个时候大家认为毛泽东是一统江湖 都是毛派没有任何挑战者了 但是仅仅两年之后就发生了林彪的叛逃事件 然后又批林批孔运动 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矛盾又爆发 所以说一旦自己派系占领权力之后 真正的兴风血雨 真正权力斗争一定会发生的 如果没有敌人的话 内部一定会发生严重的对立的 所以说这种怎么说呢 比如说习近平从此以后就没有任何挑战者 那全民就安定了 我认为就是说那个什么王子与公主 从此过去让个幸福美满的生活 只有在同化的结尾出现 真正王子和公主的夫妇的矛盾是今后才刚刚开始而已 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要太乐观 那么怎么说呢 刚才讲到这个打台湾的问题 我觉得打台湾的问题呢 我想的就是说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就是说确实是中国打台湾的可能性是提升的 而且呢变得更不透明了 因为中国要不要打台湾 这件事情过去我们学国际政治的国际关系的分析的话 要从双方的 比如说国力 军事实力 经济实力 双方的武器 双方的士气 民心 各方面的条件在分析 然后呢再加上一些突发事件 说有没有可能 但是现在呢 已经变成了习近平的一个人的战争了 就是习近平他自己可以决定一切了 那么就是说过去中国 打不打台湾呢 我常说的就是说有十二个字 一个是动机强烈 非常希望打台湾 第二是能力不足 他的能力是现在打不下来的 第三是后果严重 如果打完台湾以后 中国将面临全世界非常严重的经济制裁 所以说历届中国的领导人评估之后都决定不打 除非他的脑壳坏掉了 问题是现在脑壳真坏掉了 就是说现在习近平 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迹象 我们分析国际形势已经没有意义了 哪一天习近平早上起来喝口水 凉水牙疼 然后心情不好就打台湾了 所以说我们国际问题是 基本上是从这一点 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作为台湾来说的话 这必须要认识到 现在的就是说 怎么说呢 不透明性在增大 而且这习近平的个人要素是非常非常 今后战的比例是越来越重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台湾呢 一定要就是说 怎么说呢 自己防卫好自己 就是狼和羊 中国是狼 台湾是羊嘛 那么羊作为羊的话 一定要高筑一下篱笆墙啊 找猎人当朋友啊 让这个不让狼来侵犯 提高狼侵犯的这个风险 如果说这个 有的羊幻想是跟狼通过谈判 可以让狼不吃羊的话 这不是狼的问题 是羊的头脑出的问题 所以说呢 我觉得今后台湾呢 一定要严重的 就是把这个控制好 那么再稍微最后讲一下 这个大家这两天传的最多的 也是就是说 我被问的最多的 胡锦涛被强迫退场的问题了 这一点呢 因为就是很多人说呢 是什么偷换的名单啊 习近平搞政变等等的 我并不认为 因为我采访过这个好几届党大会 在他们的这个中央委员的投票 是属于插楼选举 那也就是说他们发一个名单 这次当选205个人应该在名单上 他们淘汰8% 名单应该有222个人 那么就是说 画掉17个人的话 然后剩下的人交上去 那当然说你如果说 有别的人 这个名单你想让他当的 名单上没有的话 你可以画掉18个人 在下面写一个人的方式 这个是他们通过党内民主的方式 所以说就是要上政治局委员的人 是排在前面的 就是原则上被打招呼 不能打差的人嘛 那么下面的人是可以淘汰的 我高度怀疑这个刘洁一 也是被淘汰掉的 所以说这个习近平 胡锦涛也参加了投票 那么也就是说 这种党内民主的方式 这个名单应该是在北戴河会议 就定下了雏形 在七中全会的时候 就已经定下来了 所以说习近平突然间发生政变 偷换名单的话 这个有点太离谱了 而且这个上做的成分太高 而且如果真偷换名单的话 那会场上反映的 就不可能仅仅是胡锦涛一个人了 那我认为是 就是说因为这一次投完票 因为胡锦涛多年 他也是通过这种党内民主的方式 操纵过来的嘛 所以对名单 他不会有太大的意见 但是他会对修改党章 把两个确立放进去 这一件事情 胡锦涛一定会很有意见的 因为他是 怎么说呢 他是交棒给习近平的嘛 他知道习近平到底是 吃几港干饭有什么能力 而且在中国搞得这么万七八糟的 所以说呢 而且呢 中国把这种个人崇拜的党章 过去也有历史上有过 后来都被拨冠纸 都被否定了嘛 所以说胡锦涛 我认为胡锦涛就是说 他在这个会议开幕式上半场 说了很多不满的话 或者是透露出来 可能要在这个修改党章 修改党章上举手表决嘛 可能会不举手 如果说不举手的话 这个对习近平会很有面 很是习近平的面子 所以说习近平看到胡锦涛 可能不举手 所以说就以健康 这个身体不好 被给胡锦涛请出去 那么胡锦涛当时还不想出去 所以说就有个事件一幕 而且事先是跟了 这个李克强帮养 他们打过招呼 所以说胡锦涛被请出去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基本上回头不看 看着前方嘛 所以说如果说就是真是 因为他健康出问题的话 作为自己的老商级嘛 大家会站起来关心一下 是人之常情 所以说大家都不动的话 是因为事先被打过招呼了 那么这次胡锦涛 他发难 因为现在的党内 只有胡锦涛一个人 可以投这个反对票 可以举手反对 因为胡锦涛是他的前任者 他是胡锦涛包括军权 全部交给习近平的人 如果说胡锦涛被打成反党分子的话 那习近平的权力 也就是权力解怨也出现问题了 所以胡锦涛是可能想让史上游民 做这么一个动作 那么这次是等于说胡锦涛被架出去 这说明党内的矛盾开始公开化了 那么在这个二十大之前 我们出现了这个 怎么说彭仔州事件 在北京斯东墙上有反对的标语 所以说呢 不管是民间对政府的不满 和党内对政府的不满 都已经矛盾化了 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之后 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 所以说表面上 看着习近平是这个一统江湖 实际上党内的矛盾 和这个共产党民 这个民间的矛盾 正在激化 好 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